- 最強Duelist的Duel全都必然 - 除了Duelist的Duelist,Duelist的Duelist - 去吧! - 去吧! - 希望的道路! - 光滑! 大家好,歡迎來到NTUCGM 今天我們要繼續介紹遊戲王1104的封面牌組 是這一代大家很期待的Zearu希望皇牌組 遊戲王第四代Zearu是超亮的時代 第一隻超亮怪獸叫做No.39希望皇霍普 第四代遊戲王Zearu他的故事主要是在講說 主角99尤馬 他從探險家的父親那邊得到了一隻黃之鑰匙 就是他胸前的這個罪事 這個黃之鑰匙讓他遇見了來自星光界的星光體 星光體在跟來自巴利安世界的敵人決鬥之後呢 他的記憶被打散成了碎片 變成了1到99號的No.怪獸 尤馬為了要幫助星光體找回他的記憶 就開始了他收集No.1到No.99的卡片的故事 途中還遇到了巴利安世界 並且與巴利安世界爭奪元素代碼 這一次1104的強化重點其實不是希望皇霍普 而是希望皇霍普雷 這張卡在動畫中首次登場是在對戰No.11的時候登場 跟他對戰的那場決鬥 霍普第一次展現了他真正的型態 卡奧是No.39希望皇霍普雷 這張是霍普的進化型可以用希望皇一體來上碟召喚 在第24集的時候南伯獵人快斗 他來到了皇之鑰匙裡面跟星光體對決 尤馬為了要拯救快要落敗的星光體就穿過了這個門 加入到星光體的決鬥之中 並且跟星光體一起疊放 形成了這個聖鬥士型態叫做雷亞魯 這是首次展現雷亞魯的能力 可以打牌打到兩個人合體變成聖鬥士 當時的快斗則是非常傻眼說這個到底是三小我到底看了什麼 穿上這個聖鬥士聖衣之後呢 尤馬就可以施展他的技能 公然印卡 印卡的台詞是這樣 就是最強的決鬥者其實決鬥的一切都是必然 就連抽牌也可以隨心所欲創造 閃光抽牌 當時被印出來的第一張就是這個ZW系列 之後隨著劇情發展 尤馬的聖衣還有在進化 有第二代的雷亞魯 還有第三代的雷亞魯 第二代雷亞魯的技能是直接改寫卡片 在這場決鬥之中 尤馬的對手是本作最靈活的反派 叫做貝庫塔 那個時候貝庫塔已經發動一張卡 讓牌組只剩下一張了 就是這張RUM限制型巴利安之力 然後尤馬他就變第二套聖衣出來 然後發動他的技能 直接把這張卡給改掉 改成這張RUM元素之力 就直接這樣子拿來用 到了第三代的雷亞魯之後 技能更加升級 可以一次印兩張卡出來 這場是在最後的大決戰 對決千尊組上的時候 尤馬使用了前面兩套聖衣都沒有獲勝 然後他就直接變身第三套聖衣出來 除了自己印兩張卡之外 還有在比賽之中 直接改變額外牌組的功能 亡靈形態的快斗 就放了一張No.100 在他們的額外牌組裡面 就因為這樣子反殺了千尊組上 這幾場其實都還蠻精彩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雖然說這樣子講好像是一個作弊大賽 其實在看的過程裡面是還蠻熱血的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新牌組 ZW系列 是霍普雷的武器系列 他們的共同自斷ZW的意思是 雷亞魯威捧 這些卡片都是怪獸卡 但是會變成霍普雷的裝備卡片 可以讓霍普雷發揮不同的裝備效果 他們的系列特色就是他們是專用的武器 每一隻ZW系列怪都會有變成裝備卡的效果 可以強化霍普雷或是希望皇霍普的戰鬥能力 那因為都是在動畫中登場的卡片 所以會預照當時的劇情有不同的效果 然後共同會有我方場上只能存在一張的限制 不會有同時裝備兩張一樣的ZW的狀況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些ZW的老卡 第一代的ZW他們有共同的效果是可以從手牌裝備給霍普雷 卡奧斯No.39的那張 第一張是一角獸黃槍 他會讓攻擊力加1900 這邊的攻擊力上升數值其實就是這些怪獸自身的攻擊力 霍普雷裝備了一角獸黃槍之後 會將他的戰鬥對手的效果在戰鬥階段期間無效 可以讓自己的霍普雷順利的戰破對手 動畫裡面就是拿來解掉快斗的銀河眼光子龍用的 第二張是不死鳥奴弓 三星的鳥獸族攻擊力會上升1100 效果是裝備上去之後 霍普雷戰破對手的怪獸可以再追加1000分的效果傷害 通常是用來收對方的殘血用的 再來是第二代的ZW卡片 總共有四張 這四張都有共同的效果是可以裝備給希望皇霍普全系列 不只是霍普雷 一般的霍普也可以裝備 他們四張分別是青龍白虎跟朱雀玄武 其中的五星怪獸有三張 青龍白虎跟朱雀 然後四星有玄武一張 青龍跟白虎都可以從手牌或是場上來裝備 而朱雀跟玄武只能夠從場上來裝備 第一張ZW風雲龍神劍 它的效果是可以讓霍普雷的攻擊力加1300 並且得到指定抗性 不會被對手的卡片作為對象 裝備怪獸被戰鬥破壞的話 可以以破壞這張卡作為代替 第二張白虎雷神猛虎劍 攻擊力會增加1200 它的效果是ZW不會被效果破壞 就是保護自己後台的那些裝備卡 裝備怪獸要被效果破壞的話 可以破壞這張卡來作為代替 青龍跟白虎一張是可以代替戰鬥破壞 另外一張是可以代替效果破壞 青龍還會給裝備怪獸一個附帶的指定抗性 這兩張是都還蠻不錯的 再來是朱雀 荒舊機神爪 它也是五星的怪獸 可是它只能夠從場上變成裝備 那它附帶了一個效果是 生命值比對方少2000的話 可以從手牌特殊召喚到場上 裝備怪獸的攻擊力上升2000 還有附帶一個永續效果 一回合一次對手場上發動的陷阱卡 效果無效 這個是一個強制適用的永續效果 待會就會解釋這個效果是什麼意思 然後可以用來做什麼 最後一張是玄武絕對聖盾 四星的怪獸 它有個效果是召喚特招成功的時候 可以將自己除外區的一張超量怪獸 以表測守備表示特殊召喚到場上 它從場上變成裝備的話 會增加守備力2000分 但是沒有任何的附帶效果 就是當你的霍普怪獸被除外的時候 可以把他叫回來這樣子 那再來是第三代的ZW怪獸 可以從手牌或是場上裝給希望皇霍普全系列 就比上面兩種更加沒有限制 可以任意的裝 裝備的怪獸也是全系列都可以 總共有出了兩張 一張是阿修羅復晚 攻擊力會增加1000 然後裝備怪獸可以打對方全場的怪獸各一次 再來是吉星神馬聖凱 也是四星的怪獸 攻擊力會加1000 裝備怪獸如果被破壞時的這張卡 送入墓地的場合 可以復活墓地裡面的一張希望皇霍普系列 這兩張都是四星怪獸 即使手抽到 還是可以把他們通常召喚出來 再來是ZW他們系列的超量怪獸 獅子獸王武裝 這是五階級的超量怪獸 它的效果就是 把一個素材可以抓ZW到手牌 然後它自己也可以變成裝備 裝給場上的希望皇霍普系列怪獸 裝備上去的話攻擊力會增加3000 在戰鬥階段之中 打過第一次之後呢 可以把這張裝備卡送進墓地 讓那張怪獸可以再打第二次 等於是說第一下是5500 第二下是2500 不過它是階級5 所以要用兩隻五星怪獸來疊 不是那麼好出場 再來是後來漫畫版才出的 SZW天聖輝狼劍 它也是四星的怪獸 召喚成功的話可以特招裝備區的ZW怪獸 作為裝備卡的效果是 戰鬥破壞對手的怪獸送墓地的話 可以回收墓地裡面的ZW卡片 回收ZW的裝備之後再裝上去 不過它的時機點就比較局限一點 要先戰破對手的怪獸才可以 最後一張是黑暗的 DW魔裝夜妖1 對背負塔的決鬥之中 為了要表現ZR黑化所製作出來的卡片 效果是可以從手牌或場上 裝給卡奧斯No.39 目前一共有三隻 就是霍斧雷本身 再來是霍斧雷V 再來是霍斧雷聖光 裝備怪獸不會被戰鬥破壞 如果裝備怪獸沒有打死對手的怪獸的話 可以把對手那隻怪獸的攻擊力變成0 再打一次 動畫裡面的橋段 但是史卡裡面就做成只能夠再打一次 不能夠向動畫裡面無限的進行攻擊 那以上就是以前所出的ZW所有的卡片 接下來介紹一下No.39 希望皇霍普 希望皇霍普它本來是星光體帶給油馬的主角怪獸 隨著劇情的進展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希望皇霍普的進化型 動畫最後一場油馬對星光體總共出現了五隻霍普 這些霍普後來都有史卡化 大致分成兩種類別 第一種霍普是可以自體上疊的霍普 任兩體四星怪獸就可以做超量 第一張是這個本來的希望皇霍普 它的效果是拔一個素材使怪獸的攻擊無效 如果說沒有帶超樣素材的話 被攻擊的時候會自爆 這兩個都是一速的誘發效果 再來是霍普翻倍 一樣是用任何兩隻四星怪獸就可以超量 它的效果是拔一個素材可以抓牌組裡面的翻倍機會 一張油馬常用的速攻魔法 之後上疊霍普系列怪獸 那隻怪獸的攻擊力會加倍 但是不能夠直接攻擊 比方說你用霍普翻倍的效果拔一個素材抓到翻倍機會 然後上疊這個希望皇霍普 攻擊力就會上升到五千 但是不能夠對對方直接攻擊 你就可以再利用希望皇的效果 配合翻倍機會 變成一萬的攻擊力 就跟動畫一樣一下子把對方的血給打光 霍普翻倍它的效果是二速的 它有加注在對手的回合也可以發動 所以你可以在戰鬥階段或是在其他任何的階段發動這個效果 也可以接連鎖發動 把它上疊成其他的霍普怪 但是一定要牌組有一張翻倍機會可以抓才可以發動 再來是可以用霍普一體上疊的超量怪獸 卡奧斯No.39希望皇霍普雷 還有SNo.39希望皇霍普萬 霍普雷是動畫裡面登場的 那霍普萬是漫畫裡面登場的 這兩隻都是四階級的超量怪獸 霍普雷的效果是在生命值一千以下的時候才可以發動 拔一個素材選對方一張怪 自己的攻擊力加五百 對方的怪獸攻擊力下降一千 來回的話就會差一千五 如果說你連拔三個素材的話 它自己會變成四千 對方會變成零 第二張霍普萬 它的攻擊力比較特別是二五一零 它的效果是 自己的生命值比對方還要少三千以上的場合 拔出自己三個素材 將自己的生命值支付到十 破壞並除外對方場上全場的特招怪獸 然後給予對手除外數量乘以三百的損傷 基本上這兩隻的效果其實都不太會用到 就只是用來上疊的怪獸 那要注意的是 他們如果要用一體怪獸上疊的話 有綁定那隻怪獸必須要是原本的希望皇霍普 這兩隻是不能夠互疊的 第三隻是S No.39 希望皇霍普閃電 這張是階級五的超量怪獸 這張大家應該會比較熟悉 它可以以任何霍普系列怪獸來上疊 它的效果是 此卡不能夠作為超量素材 此卡進行戰鬥的場合 到傷害步驟為止對方不能夠發動卡片效果 如果它的超量素材裡面有希望皇霍普的話 可以在傷害計算時拔出兩個素材來發動 這張卡的攻擊力在那次傷害計算變成五千 這個就是最實用的一張霍普系列怪電光皇 它在戰鬥的時候幾乎是所向披靡 攻擊力五千 對方又不能夠發動卡片效果 基本上是什麼怪獸都可以打得死 這邊要注意的是 如果說你用霍普系列怪來疊的話 疊到電光皇之後就不能夠再上疊了 它本身也不能夠作為超量素材 在後面的新卡有可能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再來是第二種的霍普系列怪 這些霍普系列怪要透過一些特別的RUN魔法來上疊 這邊有列舉出了動畫中出現的四張RUN 第一張RUN限制型巴利安之力 可以將霍普上疊成霍普雷V 效果是拔一個素材破壞對手一隻怪獸 並且給予對方與攻擊力同等的傷害 其實就是霍普系列的火山恐龍 第二張RUN元素之力讓霍普上升一階 上疊成這個希望皇聖光 效果是攻擊時到傷害步驟 對方不能夠發動魔線 怪獸效果還是可以發動 然後拔一個素材讓對手的怪獸效果無效 攻擊力加到自己的身上 第三張是RDM降階魔法 元素墜落上疊成這張霍普原初 階級一的怪獸 它的效果是拔一個素材讓攻擊無效 之後它的攻擊力會上升被無效攻擊那隻怪獸的階級乘以500 第四張是RUN星光之力 效果可以讓霍普上升兩個階級 變成這張超越霍普 這張在電腦界的介紹裡面講過 超量進場的話 對手全部的怪獸攻擊力會變成0 然後它的第二個效果是 選自己場上的超量怪跟墓地的一張霍普 場上的那隻怪獸除外墓地的那張復活 並且恢復1250的生命值 這幾張霍普就是認識一下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不會用到 再來是No.93霍普凱薩 它是階級12的超量怪獸 但是它的超量素材必須要帶有超量素材的同樣階級的No.怪獸兩體 才能夠超量召喚 它的效果是依照自己素材的種類 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9階級以下的No.怪獸 攻擊力3000以下 那些怪獸的效果無效 後續不能夠再進行其他的特招 然後拔一個素材 其實就是特招兩隻沒有效果的No.怪獸的意思 場上有No.怪獸的話 霍普凱薩本身不會被戰鬥或是效果破壞 它也算是希望黃霍普的超量怪 可以用霍普翻倍的效果來上疊 減輕它的超量負擔 最後是No.99希望黃龍霍普龍騎 上疊方法是可以從手牌捨棄一張RUN 用霍普來上疊 效果是一回合一次選擇自己目的的一張No.怪獸 將那張怪獸守備表示特殊召喚 以這個效果特殊召喚的那張怪獸效果會無效化 第二個效果是以它為對象的卡片效果發動時 可以拔一個素材將那個發動無效並破壞 這隻因為它不是霍普系列怪 所以就不能用霍普翻倍的效果來上疊 可以把不要的RUN拿去上疊成這張希望黃龍 然後可以復活目的裡面的No.怪獸 其實這一頁的霍普他們的效果都還蠻沒有實戰性的 正常來說應該不會把他們投入在牌組裡面 希望黃牌組還有一張非常重要的永續魔法卡 超量變身戰術 它的效果是自己場上的希望黃霍普知名的怪獸 超量召喚成功時 可以支付500的生命值來發動此卡的效果 我方可以抽一張牌 超量變身戰術只能表測表示存在我方場上一張 這張永續魔法是以前希望黃牌組的Key卡 疊一次霍普就會抽一張 而且它沒有限制一回合的發動次數 你一直上疊霍普的話 就可以一直支500一直抽 那要注意的是它是一個實選發的效果 如果你上疊的怪獸是在連鎖2以後進場的話 會有錯過時機的問題 這張卡的用處就是可以一邊疊霍普一邊補牌 它還有專用的檢索卡叫做世代之力 通常魔法卡場上有超量怪的話可以發動 檢索名字裡面有超量的卡片 就可以檢索這張超量變身戰術 介紹一下以前的希望黃要怎麼打 以前的希望黃打法很簡單 就是你要湊兩隻四星怪獸 然後發動這張超量變身戰術 之後疊霍普翻倍支500抽一張 然後再用霍普翻倍的效果往上疊霍普 就可以再支500抽一張 再往上疊霍普雷 就可以再支500抽一張 到目前為止總共抽了三張 你有可能過程中會抽到一些RUM卡片 然後就發動這張RUM卡片 讓這個希望黃霍普雷可以再繼續上疊 疊成霍普雷V或是霍普雷聖光 就可以再繼續支500抽一張 這個時候你總共抽了第四張 然後用掉一張 有可能再抽到一張同樣的RUM 再把它上疊成六階級的超越霍普 之後再支500抽一張 好然後最後你手牌裡面沒有RUM的話 就上疊這個霍普閃電 總共就是看你能夠疊幾次就抽幾張 假如說你過程裡面都沒有RUM的話 就是少了中間這兩張 總共就是保底會疊四次抽四張 那如果說你過程中有抽到RUM的話 就可以疊更多次抽更多張 這邊這張超樣變身戰術 是沒有限定回合次數的喔 所以如果說你在過程之中 你旁邊還可以再出第二支霍普 比方說你抽到死者書生 或是抽到其他一些復活卡之類的 你另外一張霍普就可以再這樣子疊疊疊疊疊 可以再抽個四張或五張 以前的希望皇就是這樣子打 這樣子的以前的打法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先攻不知道要定什麼 你在上疊希望皇的過程之中 雖然說可以抽很多牌 中場的場面都是電光皇 其實對對手來說沒有什麼干擾的能力 再來就是如果說你是後攻的那方 有時候多抽到牌不會改變勝負 因為有時候你後攻不需要抽到那麼多牌 只要用霍普翻倍去打死對方八千血 這樣子就足夠獲勝了 那如果說對方已經都不正不好了 你根本連第一支希望皇都叫不出來 要抽到牌的機會就更低了 所以最後的勝負關鍵是在於 你其他的那些卡片可不可以解掉對方的定場 跟你的希望皇的戰術其實關係不大 那再來就是說 ZW跟RUN這些卡片呢 起手都是變成卡牌的費劍 我們一般的玩家是沒有技能的喔 不像油馬可以變成聖鬥士直接用抽的 玩家是沒有辦法的 是一定要放在牌組裡面 這些卡片如果在後攻起手 或是說在場上沒有辦法做出希望皇的狀況之下 都會變成卡牌的費劍 你會希望說那些卡片都能夠換成首坑 至少還能夠跟對方競爭 再來就是這張超量變身戰術 七收有跟沒有的話 決定了這場勝負 假如說沒有這張永續魔法 你的希望皇就只是互相上疊而已 其實最後還是一支 你的資源並不會增加 這些缺點加總起來 使得這副ZW希望皇 變成說一個動畫裡面常常出現 但是實際上打牌卻沒有辦法跟人家競爭的一副牌組 他的強度是大起大落的 不太穩定 並不適合拿來賽場的環境使用 針對以上的問題這次的1104 都做了相關的改善 總共出了九張新卡片 分別是兩張ZS輔助怪獸 一張新的超量怪獸 一張RUN 兩張ZW 還有兩張魔法卡 跟一張陷阱卡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這些希望皇的新卡片 第一張ZS昇華賢者 四星光屬性的戰士組 攻擊力900 守備力300 二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我方場上沒有卡片存在場合 此卡可以從首牌特殊召喚 這一個手牌的無分類效果 要場上完全沒有卡片才可以使用 包含說你的魔線區也不能夠有卡片 那他是不起連鎖的規則特招 就是直接把昇華賢者從手牌特招到場上 不需要發動也不會有連鎖點 第二個效果 以場上磁卡為素材超量召喚的希望皇霍斧怪獸 獲得以下的效果 超量召喚成功的場合可以發動 牌組RUN通常魔法一張加入手牌 這邊有幾個重點是他要以場上磁卡 他不是12獸 用希望皇再次上疊的話不會發動 一定要第一次的超量召喚才會給他效果 效果是變成是那張希望皇怪獸的誘發效果 超量召喚成功的話抓一張RUN 只有霍斧系列怪可以得到效果 如果說拿來疊其他的系列怪 比方說RR強權零消的話是不會得到效果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效果是 變成希望皇霍斧本身的誘發效果 如果說你的超量召喚沒有成功 或是說你上場被技能剝奪 無限砲影等等的卡片給效果無效的話 會連帶一起無效 不能夠抓到那張RUN通常魔法 第二張ZS武裝賢者 四星光屬性的戰士組 他的攻守是相反 二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我方場上怪獸僅有ZS武裝賢者以外的 一體等級四怪獸場合 直卡可以從手牌特殊召喚 一樣是不起連鎖點的規則特招 特招條件是場上只有一隻四星怪 但是是可以有魔線的 不過不能夠有理測的怪獸 只能夠有一隻四星怪獸 他的效果跟昇華賢者一樣 但是他是抓ZW怪獸 因為他是武裝賢者 所以就可以抓武器 其他規則細節都跟上一張昇華賢者 是完全一樣的 是給那張希望皇霍普的誘發效果 那因為有這兩張卡片 就會使得說你的ZW跟RUN就不用再手抽了 可以用他們的效果來抓 比方說你手牌裡面 湊成了一組昇華賢者 再加武裝賢者的話 你空場可以先特招昇華賢者 接下來場上有一張四星可以再特招武裝賢者 用這兩張去疊一張霍普怪獸 這兩張怪就會給這張霍普效果 這張霍普的超樣召喚同時會觸發兩個效果 第一個是抓RUN的效果 第二個是抓ZW效果 自己決定說要哪張牌連鎖1 哪張牌連鎖2 終究就是會抓到兩張卡片 那就是來抓這一個系列新出的RUN 還有新出的ZW用的 第三張ZW天馬雙翼劍 五星光屬性獸足 攻擊力1000 守備力2100 第一條效果是共同的限制 只能在我方場上表冊存在一張 包含說怪獸區跟魔線區 加起來就只能夠有一張而已 第二個效果是我方生命值 比對方少2000以上的場合 可以從手牌特殊召喚 第三個效果 以我方場上的希望皇霍普一體為對象可以發動 我方場上的磁卡 作為攻擊力上升1000的裝備卡 給該怪獸裝備 所上升的攻擊力數值也是他本身的攻擊力數值 注意一下他只能夠從場上裝備 不能夠從手牌裝備 你可以利用他的二效果把它特招出來 再用他的三效果把它裝給希望皇霍普的系列怪 第四個效果 此卡是被裝備的場合一回合一次 可以將對方場上怪獸發動的效果無效化 這條效果要特別注意一下 他是永續效果 所以他的無效跟一般的無效不一樣 他是永續效果的適用 不會進到連鎖 而且是在對方場上怪獸發動的那個效果的效果處理時 選擇要不要適用 那再來就是他只能夠無效場上怪獸發動的效果 如果是永續效果或是沒有在場上發動 是在目的發動或手牌發動的話 那些怪獸效果是不能夠用天馬雙翼劍加他無效的 然後他是追溯發動地點的 假如說你在場上解放自己來發動 怪獸在效果處理時有可能會在目的 但是他只要是對方場上怪獸發動的效果的話 就可以將他無效化 效果處理時怪獸在哪裡 並不會影響他的適用與否 比方說我發動一張怪獸效果 然後對方連鎖強制拖出裝置 在效果處理的時候 雖然我的怪獸回到手牌 對方還是可以選擇用這個天馬雙翼劍的永續效果 將他給無效化 那再來就是他的條件 只要是被裝備的場合就可以 所以如果說你用連結運輸車的效果 把他裝給一隻不是希望皇或普的怪獸的話 也可以適用這個永續的效果 進一步解釋一下什麼叫做永續效果的適用 就是你的無效與否是在效果處理時才決定 並不是在發動的時候進入連鎖 比方說我場上有一張希望皇 帶著這張天馬雙翼劍作為裝備 對方從手牌特招教導聖女發動他的效果 這個時候進入連鎖 我方沒有要對應 那就會處理他的效果 在效果處理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要不要適用這張天馬雙翼劍 將對方的教導聖女給無效 是這樣子的處理過程 跟一般的無效卡片並不一樣 這個有點類似之前講零史的場地魔法卡大零數一輪 相關的規則也都是同樣的 只是天馬雙翼劍他是特別強的那種 可以自己選擇要無效還是不要無效 跟大零數是強制適用的狀況並不一樣 所以多了很多的靈活度 那再來就是他的範圍很窄 假如說對方是使用三眼怪再加上一張協調怪 出這個水晶技巧 那因為你只能選擇場上怪獸發動的效果 所以這張三眼怪是不在他的適用範圍 這邊會排成連鎖 假設說是排三眼怪連鎖一 水晶技巧連鎖二 在處理連鎖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適用這個有序效果 將水晶技巧的效果給無效 但是你不能夠選擇在墓地發動的三眼怪 不能夠將三眼怪的效果給無效 再來是這次新出的RUN RUN 雷亞魯之力 通常魔法 二效果一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是以我方場上一張超量怪獸為對象發動 將比該怪獸階級高1的希望皇霍普怪獸或是ZW怪獸一體 疊放在對象怪獸上面視為超量召喚 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 牌組一張ZW怪獸或是ZS怪獸放到牌組最上方 兩段效果雖然說有先後順序 但是是同時處理的 而且是同一個效果的兩段都要完整的處理 所以牌組裡面至少要有一張ZW或是ZS 才可以使用這張RUN 雷亞魯之力 沒有的話是不能夠發動的 盡量是要放一張ZS上去避免卡牌 當然有時候如果你確定等一下會抽牌的話 可以把ZW給放到上面去 上疊跟放牌組規則上算是同時處理 所以不會有錯過超量變身戰術的那個時機 你一樣可以用這個RUN上疊希望皇 再放一張ZW到牌組上面 可以支500用超量變身戰術把那張ZW給抽出來 再來是他其實任何的超量怪獸都可以上疊 但是他只能夠特招希望皇系列跟ZW怪獸 目前希望皇系列有5階、6階還有12階 ZW的系列只有5階 第二個效果是 我方生命只比對方少2000以上的場合 將目的的磁卡除外可以發動 我方從牌組抽一張 這個沒有說禁木當回合不可以使用 所以假如說你跟對方插2000斜以上的話 用完他的1效果可以再利用他的2效果把你疊到上面的ZW給抽出來 這就有點像是動畫裡面的閃光抽牌 這次新出的超量怪是這張龍裝合體龍之霍普雷 階級5的光屬性戰士組 攻擊力一樣是2500、守備力是2000 史卡明規則上視為卡奧斯No.39希望皇霍普雷 這條不是效果,它是規則 所以他跟霍普雷合計只能夠放3 他的卡明在規則上是希望皇霍普雷 假如說對方有軒炎卡明的效果 宣霍普雷的話龍裝合體也是會受影響的 他的效果是一回合一次 此卡作為效果對象 或是攻擊對象時可以發動 手牌牌組的ZW怪獸一體 視為其效果作為裝備卡 給此卡裝備 他這樣子的血法是被指定 或是被攻擊的時候可以發動 那因為是10並不是另起連鎖的 所以是直接接在那張指定他的卡片後面 作為連鎖2來發動 是一個惡數的效果 直接接在後面變成連鎖 假如說是你自己的卡片去指定這張龍裝合體的話 你要先問對手要不要連鎖 你才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連鎖 發動龍裝合體的效果 有點像是雷神龍那樣子的處理方式 如果是被選為攻擊對象的話 因為他是惡數 假如說那個攻擊宣言的時候 有一些衣術效果的話 是由衣術效果決定是否要發動 再由霍普雷決定是否要發動效果 兩個效果會彼此形成連鎖 比方說他被教導騎士攻擊 那教導騎士有一個誘發效果 可以選擇加攻擊力 那是由教導騎士先選 再由龍裝合體去決定 要不要發動他的惡數效果接連鎖 變成說連鎖1教導騎士加攻擊力 連鎖2龍裝合體裝一個裝備 好那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時機呢 因為攻擊宣言是不會起連鎖串的 教導騎士跟這張龍裝合體 他們是同時發動 但是因為有皺紋速度的差別 所以由1速的效果先決定要不要發動 再由2速的效果決定要不要接連鎖上去 這個在以前的色課裡面有講過 比方說希望皇攻擊宣言 對方有魔法筒的話 是由希望皇先決定要不要停止他的攻擊 再由對方玩家決定要不要發動魔法筒 因為一個是1速一個是2速 他們的秩序是不一樣的 講這麼多這個效果其實還蠻強的 你可以利用一張ZW選他作為對象 之後可以再觸發他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再裝另外一張ZW裝給他 所以總共就會變成有2張ZW作為裝備 小細節是他會讓那張怪獸的裝備 是視為其效果作為裝備 假如說你的龍裝合體帶了兩個裝備 但是他的效果本身被無效的話 因為是用ZW的效果來裝的 裝備卡不會掉到目的裡面去 這個效果裡面其實還有蠻多細節的 可能在實戰上面就會遇到 第二個效果一回合一次拔一個超量素材 根據此卡裝備的ZW怪獸數量 以最多該數量的對方場上表測表示卡片為對象 可以發動 那些卡片的效果無效 那這個無效會持續 罰素材可以消除對方的效果 這個指定對象的效果 主要的目的就是來消除對方的抗性 讓他可以一拳的把對方給打死 那他的數量可以選到ZW裝備 所以一般來說帶了兩張裝備的話 可以選兩張怪無效 那魔線也可以選 只要是對手場上表測表示的卡片都可以選 你也可以選場地或是擺盪卡 這些都可以選 好那這次新出的卡片就會讓他的打法就非常的明顯了 就是要用這兩張ZS去出一個希望皇 之後撿到那兩張牌之後 再出一個龍裝合體作為定場怪 比方說你空場先特招昇華賢者 然後場上有昇華賢者再特招武裝賢者 兩體用來疊這個希望皇 進場可以誘發兩個效果 抓一張RUN跟抓一張ZW到手牌 那我們抓這個風雲龍神劍 因為他可以從手牌裝備 之後你發動這個RUN 讓希望皇升級成龍裝合體 然後會把一張ZW給放到牌組最上方 把這個裝備貼給這張龍裝合體 就可以再觸發他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再貼一張裝備給他 就會變成兩張卡 變成一個大怪再帶兩個裝備 注意一下這邊風雲龍神劍發動效果要貼給他的時候 要先問對方要不要連鎖 如果說對方開了一張卡片連鎖的話 會錯過那個時機 就不能夠發動這張龍裝合體的效果貼裝備 那一般來說我們第一張會選風雲龍神劍 他會給他指定抗性 然後可以代替戰破 然後之後再從牌組裡面貼這個 天馬雙翼劍 可以無效怪獸效果 如果說你的生命值跟對方差兩千以上的話 可以再把這張RUN給除外掉 從牌組抽一張牌 最後結算下來你的資源並沒有減少 但是多了一張難解的大怪 他可以抗指定代替戰破 還可以無效場上怪獸效果的發動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運作 再來就是這張龍裝合體還可以這樣子運用 比方說你起手沒有那麼好 只有訂出了一張沒有帶裝備的龍裝合體 對方特招恐龍摔角手 然後發動他的效果指定他 那他被指定就可以連鎖 從牌組裡面把裝備給妝礙他身上 那我們處理連鎖 先處理這個龍裝合體的連鎖2 把天馬雙翼劍給貼到他身上 然後接下來我們處理連鎖1 因為連鎖1要處理的時候 天馬雙翼劍已經有在場上了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在場上發動的恐龍摔角手 他的效果給無效 變成說對方白白的犧牲了一張恐龍摔角手 而我方是多了一張裝備 因為他是永續效果的適用 這張新的DW其實是強度還蠻夠的 那再來就是如果是被陷阱卡指定的話 就可以連鎖2觸發他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裝一個裝備 比方說這次你裝的是這個荒舊基神爪 荒舊基神爪也跟天馬雙翼劍一樣 是永續效果的適用 但是兩個差別是荒舊基神爪 他是強制適用的 他不能夠選擇 這個連鎖就會變成這樣處理 先處理連鎖2把裝備給貼給他 之後處理連鎖1 強制把這張陷阱卡給無效掉 然後你的場上龍莊合體就不會被彈走 對方就少了一張強拖 所以對方如果要指定這張龍莊合體的話 你可以從牌組裡面拖出一個 適用當時狀況的裝備 比方說對方用攻擊力高的怪獸來攻擊你的話 你可以觸發他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裝一個風神雲龍劍 利用風神雲龍劍的效果代替戰破 或是說對方發動一個指定雷擊 你就可以連鎖發動他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把雷神猛虎劍給裝上去 用雷神猛虎劍的效果來代替效果破壞 其實比起以前的系列怪 他的定場力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 再來是第二張超量怪獸 ZW弩擊冰裝龍王級 階級5暗屬性龍族 攻擊力是3000 守備力是1200 可以用這次新出的RUN 雷亞魯之力來上疊 第一個效果 此卡不能夠直接攻擊 第二個效果一回合一次 拔出此卡一個超量素材可以發動 牌組裡面的雷亞魯魔法陷阱卡 一張加入手牌 目前為止有這個自斷的 只有剛剛介紹的RUN雷亞魯之力 還有本彈目前出的三張卡片 兩張魔法一張陷阱 總共就是抓這四張卡 第三個效果 我方場上的希望皇霍普怪獸 一體為對象來發動 我方場上的此卡 作為攻擊力上升3000的裝備卡 給該怪獸裝備 共通的效果 裝給希望皇霍普系列怪 第四個效果是 裝備怪獸戰鬥破壞怪獸時可以發動 那張怪獸裝備的ZW怪獸卡 可以任意數量特殊召喚 是一個傷害步驟的誘發效果 打死對方的怪獸的話 可以把那張希望皇裝者的ZW 全部給特招上場 去補刀打剩下的殘血 然後如果特招上來的ZW 都是四星五星的話 也可以在主要階段二 做進一步的超量召喚 這張卡有一個小故事就是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的名字是給另外一張圖的 動畫出來之後 被改成了獅子獸王武裝 之後這個名字就被冷凍十年 到現在才出了一張真的卡給他 這張卡要怎麼用呢 一樣是用剛剛的一組ZS來做這個希望皇 之後抓到了一張ZW跟一張RUM 然後用這個RUM就可以上疊成這張 ZW弩集冰裝龍王戟 你就可以把他的素材發動效果 去抓這個系列另外的三張魔線 第一張魔線是內亞魯構築 通常魔法一回合只能夠發動一張 他的效果是展示手牌一張卡給對方 從牌組將以下卡片其中一張加入手牌 之後展示的卡片洗回牌組 他的選項有ZW怪獸或是ZS怪獸 或是ZR的魔線或是RUM的魔線 或是RDM的魔線 裡面五種選擇其中一張 基本上就是這個系列所有的專用檢索卡 好那他實質上是二環一 因為要把展示的那張卡片給洗回牌組 效果內容從展示的部分到檢索到洗回牌組 都是一連串的動作 都是他的效果部分 如果他被無效的話是整個一起無效 不需要展示給對方也不需要洗回牌組 他的檢索範圍很廣 基本上這次的系列卡全部都可以檢索 這個畫面就是在動畫裡面偷改卡的那個技能 他還原度還蠻高的 RUM跟RDM都可以抓 這個系列的魔線還有ZW也都可以抓 等於說自己想要什麼就自己印出來 那這張卡的用法是 比方說你先出了一張霍普翻倍之後 你會抓到這個翻倍機會 然後上疊霍普 這張翻倍機會如果說你沒有要回殺對手的話 就不太會用到 你就可以發動這張霍亞魯構築 展示這個翻倍機會 然後抓一張你想要的卡片 可以抓四種類的卡片都可以 再來是第二張魔法卡 霍亞魯信賴 一樣是通常魔法卡 一二效果一合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以我方目的的希望皇霍普 ZW或是ZS怪獸其中一體為對象來發動 該怪獸加入手牌或是特殊召喚 可以復活霍普系列怪獸 ZW系列怪獸或是ZS系列怪獸 你要把他抓回手牌也是可以的 第二個效果是我方生命值比對方少2000以上的場合 將墓地的紙卡除外 以我方墓地的ZR魔線一張為對象可以發動 該卡加握手牌 這個效果在送墓地的當回合不能夠使用 可以回收系列魔線 目前就是只有三張卡可以回收 其中一張檢索卡ZW構築 還有另外一張RUNZR之力 那還有一張是陷阱卡 等一下就會介紹 這張復活卡的用法是這樣子的 比方說你這樣子一組 先疊這個希望皇之後呢 拿到這張RUN 用RUN去上疊這個龍王戟 然後龍王戟可以拔一個素材 抓雷亞魯魔線 你就可以把這個希望皇給拔掉 然後抓雷亞魯信賴到手牌 之後你再發動這張魔法卡 把你拔掉的希望皇給復活到場上 再來上疊霍普雷 避免他自爆 最後你就可以再把這個龍王戟 當成裝備卡裝給他 攻擊力會上升3000 然後打死怪獸的話 還可以把龍王戟給特招出來 好那注意一下如果變成裝備卡的話 超量素材是會掉到墓地裡面去的 最後一張陷阱卡 雷亞魯聯合 他的效果是 我方場上表測表示的超量怪獸 被戰鬥或是對方的效果破壞的場合 把生命值知道10可以發動 我方目的的希望皇怪獸一體特殊召喚 牌組一張卡片放到牌組最上方 這個效果特殊召喚的怪獸攻擊力會翻倍 不會被效果破壞 也不會被Number怪獸以外的怪獸戰鬥破壞 這張陷阱卡在傷害步驟可以發動 是用來預定給對方最後一集的時候才使用的 因為他要把生命值知道10其實風險還蠻大的 他的用意是還原動畫裡面的效果 可以搭配舊卡叫做閃光抽牌 這張是一張通常魔法卡在20週年紀念包裡面有 他的效果是還原動畫裡面的場面 抽牌階段抽到這張卡的話 你可以公開這張卡 然後在主要階段一選擇一張霍普怪獸來發動 可以從牌組或是額外牌組 將任意數量的ZW給裝給那張霍普怪 一次裝滿5個裝備 或是將你場上的那張霍普怪獸 上疊成任意的希望皇霍普系列怪 你可以用這張通常陷阱把這個閃光抽牌給放到最上面 然後下一個回合你抽到這張卡就可以公開這張卡 把牌組裡面的ZW全部都裝上去 這樣子攻擊力很容易就破壞 比方說你場上一張超量怪被對手給破壞了 你就可以發動這張陷阱卡 把你的生命值知道時 從墓地裡面復活一張霍普怪獸 這隻怪獸會變成攻擊力5000 不會被效果破壞 也不會被Number以外的怪獸戰鬥破壞 把閃光抽牌給放到牌組的最上方 輪到你的回合你就可以抽到這張閃光抽牌 然後發動他的效果把ZW全部給裝上去 攻擊力又會上升8000多 所以攻擊力就會是13000多 然後打對方給對方最後一擊 假如說你沒有打死的話 可以再觸發這個龍王級的效果 把這些裝備怪獸全部都特招到場上 刺織怪去補對方的刀 或是直接疊火山恐龍燒對方的血 講到這邊的話 大家可能會發現 有一些卡片他們共通的效果都是要 生命值少對方2000分以上 那為什麼會是2000分這個數字呢 是因為他們要配合這張超量變身戰術 比方說你現在手上有這樣子一組 然後你發動這個超量變身戰術 先用這兩隻去疊霍普翻倍 這個時候有兩個效果 一個抓RUN 一個抓ZW 第三個效果是支五百抽一張 就排成連鎖 連鎖1連鎖2連鎖3 先支五百抽一 然後把這兩張給抓到手牌 之後呢你再發動霍普翻倍的效果 把一個素材抓到翻倍機會上疊希望皇霍普 那就可以在支五百再抽一張 然後呢希望皇霍普就可以在字體上疊成希望皇霍普雷 這樣子就可以在支五百再抽一張 之後呢你再發動這張RUN的效果 將這張霍普雷上疊成龍裝合體 再放一張ZW到牌組最上面 你就可以在支五百抽一把這張ZW給抽到手牌裡面 到這邊的話總共就是支了4次 所以是掃對方2000 天堡雙翼劍就符合他的特招條件 可以特招到場上 然後目的裡面的雷亞魯之力 就可以在除外抽一張牌 總計就是支2000抽了三張 再加上一張未知的牌 然後入手兩隻ZW怪獸 這兩隻都裝給龍裝合體的話 還可以再觸發效果裝第三隻裝備 介紹一下一些實用的ZW怪獸 這張龍裝合體在被攻擊或是指定的話 都有自體升裝備的效果 所以你在正確的時間升出正確的裝備 就是很重要的事 那當然這些ZW裝備不能夠放太多張 一般還是放3到6張就已經很多了 第一張是這個風神雲龍劍 可以給這張怪獸對手指定抗性 而且可以代替戰鬥破壞 第二張是雷神猛虎劍 它可以保護後台的ZW裝備 然後代替裝備怪獸的效果破壞 第三張是這個阿修羅復玩 可以打對手的全場怪獸 搭配上這張龍裝合體本身有消除對方抗性的效果 這張阿修羅復玩可以一下子把對方的場面給清光 第四張就是新出的天馬雙翼劍 可以無效場上的怪獸效果 注意它是不近連鎖的永續效果 在效果處理時才選擇要不要無效 第五張是荒舊機神爪 這效果是無效場上發動的陷阱卡 一樣是不近連鎖的永續效果 但是它是強制適用的不能夠選擇 以上這五張就是會放的ZW怪獸 那其他ZW怪獸的話在這次的強化中比較沒有那麼實用 最後是一張舊卡DP23出的黃之碎片 以我方目的兩體怪獸為對象可以發動 那兩隻怪獸效果無效特殊召喚 然後把他們兩隻當成素材 超量召喚一隻霍普超量怪陷阱版的高等文章術 重複的利用那兩隻DS 然後再觸發一次他們兩個的效果 連續抓兩張 現在新卡的輔助之下這張陷阱卡變得有用了 到此為止我們先來整理一下這次的新卡片 昇華賢者他是空場可以特招 蝶希望皇可以抓RUN 武裝賢者他是只有一張四星怪的時候可以特招 蝶希望皇可以抓ZW RUN 雷阿魯之力 上升一個階級之後再把牌組裡面的ZW放在牌組最上方 只能夠用來上蝶希望皇跟ZW怪獸 還有一個目的效果是少對方生命值兩千的話 可以將他除外抽一張牌 新的ZW是天馬雙翼劍 生命值比對手少兩千的話可以從手牌特招 在場上裝備狀態的話是可以無效怪獸在場上發動的效果 是永續效果的適用並不會進到連鎖 再來是新的超量怪獸龍裝合體或普雷 他的效果是被指定或是被攻擊時可以發動 從牌組裡面裝ZW裝備給他 那他是二速效果必須要接在那個連鎖後面 第二個效果是拔一個素材 選擇對手場上的表測卡片無效 那個數量會跟他所裝備的ZW卡片數量一樣 再來是另外一隻超量怪ZW龍王戟 他的效果是拔素材可以抓系列的魔線 就是可以抓這邊這四張 那他可以從場上裝備給霍府怪獸 可以加3000的攻擊力 而且在那張裝備怪獸戰鬥破壞對手怪獸的時候 可以把後台的ZW怪獸任意數量特招到場上 他的效果可以抓的魔線有ZR構築 展示一張手牌可以抓系列卡片 之後把展示的卡片給洗回去 這些部分都是分段效果 如果沒有抓到的話就不用洗回去 第二張是通常魔法ZR信任 他可以復活或是回收霍府系列怪 或是ZW跟ZS的怪獸 第二個效果是生命值少2000以上的話 可以除外他自己 回收墓地裡面的雷亞魯魔線 在禁木的當回合不可以使用 再來是陷阱卡雷亞魯聯合 超量怪獸被破壞的時候才可以發動 把生命值知道時復活一張霍府怪獸 攻擊力會翻倍而且帶破壞抗性 之後再從牌組裡面將任意一張卡片 放到自己牌組的最上方 總結來說這次出的效果已經比以前好很多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些輔助單卡 首先是希望皇牌組的話 一定都會用到泛用的四星特招點 像是有哥布林飛行員 鐵皮金魚 這些都是通招可以帶手牌四星怪的特招點 再來還有一些字體特招點 像是光子斬者 還有這個伊燕帽子 其他的泛用四星輔助怪獸 像是這張召喚聲 代價丟一張魔法進墓地 然後從牌組裡面特招四星怪獸 那你可以用來特招這張聖鳥 聖鳥被特招成功就可以抽一張牌 是必發效果 那也可以特招這個畫星寶寶 畫星寶寶它的效果是 當作超樣素材的話 可以當成四星或是五星 可以搭配這些四星怪獸做希望皇 或是搭配五星的ZW怪獸 去做階級5的ZW龍王級 超樣召喚成功的話 還可以附帶抽一張牌的效果 也算是相當的好用 再來是一些抽牌卡 這些抽牌卡都附帶有 拉開雙方生命值的效果 比方說曾經哥布林 可以讓對方加一千 試膽金數會讓自己扣一千 增援是用來抓那些ZS的怪獸使用的 再來是有馬的擬身系列 像是這個擬身烏托邦 還有這個刷拉拉翻掌 跟這個怒怒怒手套 這些都是輔助四階級超量的單卡 都可以考慮投入 再來還有一個是直接支兩千的特招點 垃圾王 它的效果是支兩千從手牌特招 但是它當作超量素材 只能夠疊暗屬性的怪獸 所以你可以再配合一張五星的ZW 去疊五階級的龍王級 主要就是利用它支兩千的功能 讓雙方直接拉開兩千的生命值差距 就不用靠超量變身戰術這樣子支五百抽一 因為有的時候還是起手有可能會沒有 這副牌的展開路徑其實非常簡單 在往下講之前我們先講一下操作的重點 首先呢這副牌就非常的單純 都是靠這張龍裝合體來定場或是回殺 回殺的方式就是讓它帶一堆裝備 然後攻擊力衝得很高直接打過去 主牌的時候你會發現ZW那些怪獸單抽都很爛 但是你又不能不放 因為你牌組需要開RUN雷亞魯之力 所以目前的話一般來說ZW都是放三到六張 就是希望它不要上手可以用龍裝合體的效果來裝 那如果說真的不幸上手的話 你可以利用它們系列專用的檢索卡雷亞魯構築 把那些你不要的卡片給洗回去 雖然說在資源上是佔了一點劣勢 但是放在牌組裡面至少比拿在手上還好 你可以換一張有用的卡片上來 那我們的目標場面就是龍裝合體 再裝備一張ZW天馬 天馬它有無效怪獸效果的功能 不過如果說你要達成這個場面的話 需要再裝一張裝備給龍裝合體 因為天馬就有在生命值差兩千以上的時候 才可以從手牌特招出來 然後它不能夠從手牌裝備 所以在這個觸發它效果的裝備 你可以選擇風神雲龍劍 風神雲龍劍算是最好用的 它有抗指定還可以代替戰鬥破壞 然後又可以從手牌直接裝備 所以能抓的話基本上都是先抓風神雲龍劍 那其他像是雷神猛虎劍 它有荒舊機神爪 它可以無效陷阱的效果 還有阿修羅復環可以打全場 這些都是蠻有用處的ZW卡片 可以各放一張 那總共就是剛好五張 然後在使用的時候要注意每張卡的裝備範圍 風神雷神跟阿修羅是可以從手牌裝的 但是荒舊跟天馬一定要從場上來裝 所以一開始的ZW不要抓錯裝備 然後再來就是龍裝合體它被指定或是被攻擊都可以發動效果 當你自己裝完 然後到了對手回合 它被打的話也要記得發動效果 把牌組裡面的裝備給裝到身上 尤其是有一些狀況 對手可能會用一些指定對象的卡片來解它 那可以依照當下的狀況拉出適合的裝備 例如說被恐龍炸掉手指定的話 就拉天馬給要裝上去 然後把恐龍炸掉手的效果無效 被強托指定的話就拉荒舊 把他的陷阱卡給無效 如果說被打的話就拉風神雲龍劍來代替破壞 用掉的ZW是可以用他們的魔法卡 雷亞如信任給撿回來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使用 盡可能保護龍裝合體還在場上就對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開始講展開入鏡 首先我們是抽到ZS加上四星怪的 比方說用昇華賢者加上四星 可以疊希望黃抓RUN 注意一下這張昇華賢者是一定要空場才能夠特招的 所以連魔線都不能夠有 這邊我們先特招昇華賢者 然後再通招一張四星怪疊這個希望黃 就可以觸發他的效果 可以抓一張RUN 然後我們發動這個RUN上疊龍裝合體 那這個時候會把一張ZS給放在最上面 那盡量是選ZS 如果你選ZW的話下回抽到會滿卡的 那我們就換對手 好這邊對手特招恐龍摔角手 然後指定他的話我們可以接連鎖 好然後處理這個連鎖先把裝備給裝到他身上 好就可以裝一張天馬 然後在處理連鎖1 我們可以選擇把他無效 這樣子龍裝合體就會在場上 好那我們再看一次 再來也是很簡單的展開 就是武裝賢者再加四星怪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是可以完整的出刀龍裝合體再加上兩個裝備 因為我們可以利用霍斧翻倍效果把他上疊上來 好那這邊我們起手抽到的是武裝賢者再加四星怪 武裝賢者的特招條件是場上只有一張四星怪 而且是可以有魔線的 所以我們先召喚這隻四星怪獸再特招他 好這樣子疊的霍斧翻倍有誘發效果可以裝一張ZW 好抓到隨便一張裝備 之後發動這個霍斧翻倍效果把他上疊 可以上疊這個龍裝合體 然後他攻擊力會變成五千 但是會不能夠直接攻擊 然後我們再用手牌的裝備貼給他 然後觸發他的效果再從牌子裡面拉一張裝備給他 好這樣子對方下怪要發動效果 我們可以用天馬把他給無效掉 好那我們再看一次 中場這個龍裝合體他是有指定抗性的喔 對手其實沒有那麼好解 這兩個裝備是最簡單的定場方式 再來是如果說一開始就拿到了一組ZS的話 一樣是可以定出龍裝再加上天馬跟風神 這邊的話順序不能夠錯要先特招昇華賢者 再特招武裝賢者 好這樣子疊霍普的話就會有同時兩個效果可以觸發 你要哪個牌連鎖1哪個牌連鎖2都可以 好總共抓了一張裝備再加一張RUN 然後發動RUN上疊這個龍裝合體 然後把一張ZS放到牌組最上面 這是一定要執行的動作 好再把裝備貼給這張龍裝合體觸發他效果 再從牌組貼另外一張裝備 好輪到對手就可以一樣有一個指定抗性的怪 然後可以無效怪獸效果一次 好那我們再看一遍 那再來我們介紹一下 一開始如果說有拿到超量變身戰術 那張關鍵的永續魔法的展開方式 差別在說有那張永續魔法 你就可以支500抽一張 總共可以支到4次 可以支到2000 讓雙方的生命值有2000的差距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好首先開局是一組ZS再加上永續魔法 那我們就把這兩隻先特招出來 然後發動永續魔法 然後兩隻疊這個霍普翻倍 之後可以觸發三個效果 那我們可以排成連鎖 然後我們發動霍普翻倍效果 上疊霍普再支500再抽一張 然後再上疊霍普雷可以再支500再抽一張 現在是抽到了第三張 好然後我們再發動RUN上疊龍裝合體霍普雷 再抽一張 就這個時候會把ZW給抽出來 那這邊的話我們已經差對方2000分了 在目的裡面的RUN可以除外再抽一張 之後我們可以特招這個天馬 然後發動天馬效果裝備裝給他 之後再觸發這個龍裝合體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再裝另外一張裝備 好最後把一開始裝的裝備給裝上去 這樣子中場就是一張龍裝合體 帶了三個裝備 而且抽了四張牌 換對手的話我們的定場怪是可以無效怪獸效果 帶有指定抗性跟無效戰鬥破壞跟效果破壞各一次 這邊抽牌可以抽到手坑的話 那就會是更理想的狀況 那我們再看一次 好首先出這樣一組然後開始抽牌 好第一次上疊翻倍 然後第二次上疊霍普 然後第三次上疊霍普雷 然後最後再用RUN 好最後的話就是差兩千分就可以把效果發一發 好那最後就會有三張裝備給貼在他身上 另外一個展開模式是抽比較多的模式 好那就是先把ZW龍王戟給特招出來 再利用龍王戟的效果抓模線把霍普給復活 然後再重新再抽一輪 這邊的話第二張RUN的話就要自己想辦法去抽 要不然過場的話就沒有龍裝 只能夠疊電光黃過場 好一開始一樣是一組再加上一個永續魔法 那我們先特招出來 然後再開永續魔法 然後跟剛剛過程都一樣先做翻倍 好然後抓一組之後呢 再發動翻倍效果上疊霍普 那這邊再支500 然後這邊的話直接發動RUN上疊ZW龍王戟 好那龍王戟他不是霍普怪獸是不能夠抽牌的 好那我們這邊發動效果可以抓這個魔法 把霍普給復活起來 然後再上疊霍普雷 然後再支500抽1 再上疊閃電霍普 好最後呢就可以再出外這個再抽一張 好兩張都貼給他當成裝備 那就一樣可以無效對手一次怪獸效果 這邊的話總共抽了4張牌 那就比剛剛再多抽了一次 如果說你在過程中還抽到一張RUN的話 可以直接開RUN吧 霍普雷上疊成龍裝合體 好那我們再看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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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能夠打怪獸 有時候霍普翻倍也可以回殺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對方出了一張 隨便一隻怪 然後我們抽到了一組 然後我們就特照出來 然後做霍普翻倍 一樣可以抓一張ZW 再加一張RUN 這邊的話霍普就會變成5000 助攻魔法翻倍機會在手牌 打過去的話 霍普用他的效果停止自己的攻擊 然後再讓他的攻擊力翻倍 然後打對方就會打到10000的打點 好那注意一下這個只能夠打怪獸 所以如果說對方是守備表示的話 就會打不到傷害 裝備卡加上去的1300 是在傷害計算的時候一起變成兩倍 所以是12600 好那我們再看一次 好那這樣的過程 其實比剛剛先攻做的還要不複雜 就是只疊一兩次就可以回殺對手 而且這個是泛用的套路 只要任意的兩隻四星怪獸都可以做 後攻的話你可以使用這些卡片來製造 可以用霍普翻倍來回殺的局面 例如像是壞獸系統 可以把人家的定場怪給解放掉 特招壞獸到他場上 那再來是禁忌的一滴跟閃電風暴 這些都是強力魔法卡 禁忌的一滴還有附帶減半攻擊的效果 閃電風暴則是主要用來清後台 那再來還有像是獸王阿爾法也是結場卡 後攻的話還可以使用天庭號 打完沒有死的話可以上疊天庭號 那如果說怪獸特招點比較多的話 可以利用這個貫穿甲蟲 他的效果很簡單 就是讓箭頭端的怪獸可以貫穿 你就可以把霍普翻倍叫出來的霍普 放在他的箭頭端 讓他得到貫穿的能力 不用怕對方把怪獸採取守備表示打不到血 好那最後是有的人可能會想說拿RR來配希望皇 因為是任何的世界都可以搭配RR強權靈霄那一組 一開始的起手要求需要一張模擬波勞 再加上一張ZS武裝賢者 那這邊的話武裝賢者是要場上有一隻怪 所以要先下這個模擬波勞 好下出來之後呢出強權靈霄然後效果拔素材 那這邊的話ZS疊這個是沒有效果的 只能夠疊希望皇發動效果 等於只是當一個四星特招點使用而已 好那強權靈霄抓到這個名轉波勞之後 再除外掉這個模擬波勞抓到這個RR鳥巢 然後可以再抓一張 好抓這個痛苦波勞 然後把他特招出來變成四星 然後出這個瑞智靈霄然後帶金銳出來 然後再疊第二隻強權靈霄 再發動一次效果把這個襲擊之翼給抓到手牌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兩個特招點了 一個是金銳然後一個是襲擊之翼 好這邊瑞智靈霄觸發效果 我再蓋一張RUN 然後發動RUN上疊電子龍無線 然後把特招點都用掉 再來就是出幻影騎士團 然後覆蓋一張這個幻影騎士團的四星怪 送到目的裡面的靴子可以再除外掉 抓一張RUN 幻影騎士團晉級 然後這邊發動幻影騎士團晉級 強權靈霄深階層 階級5的ZW武裝 抓RUN內亞魯之力 然後再發動這個四星的陷阱怪 然後出我我我我魔術師 把強權靈霄給復活起來 之後再上疊一張ZW武裝 這沒有一回合一次 所以可以再次的發動 抓到這個雷亞魯之力 之後兩隻疊未來黃 上疊未來龍黃 然後這邊的話再把我我我我我魔術師 上疊成龍裝 最後移除目的裡面的RUN 可以抽一張牌 可以抽到這個你剛剛疊上去的天馬 然後把它特招出來裝給這個龍裝合體 再觸發它的效果可以再裝一張裝備 通常的話就是一張電子龍無線 一張未來龍黃 再加上一個龍裝合體 總共是可以康兩次的怪獸效果 還有一次的康任意卡 然後幻影騎士團下個回合還可以再發動一次效果 其實這個有一點硬要臭的感覺 因為如果是純的RR的話 一定可以做到更多的展開 所以不一定要這樣組 我這個是純演示用的 實戰上直接打RR的話 可能還優秀一點 我再看一次 自己會仔細說 有這一些 Guevara說 被靜 shouldn't have 由我純演示用來 已經放了這些 Гос Joshua 產生生生生生씨 也有兩次輸 → 身為哪款 寬4月 我們都再招出那個木感 對 那個草 làm 爬有什麼 什麼 其實展開的路徑都很簡單 打法也很單純 目前還沒有希望黃的上位牌組可以供參考 那主要是還有幾個困難點 第一個就是整體設計來看 其實後攻要以霍府翻倍回殺的勝率是比較高的 因為你可以用比較少量的卡片 還有比較少的步驟就可以達成勝利條件 不過先天上他在牌組裡面內建了太多後攻不利的費件 比方說那些ZW、那些RUN、還有永續魔法 那些都是後攻不能夠抽到的東西 因為他們會排擠到你手坑的位置 所以在現環境裡面這副牌其實算是蠻吃虧的 再來就是他們的效果都互相綁得很死 沒有辦法向外發展 像是ZS的兩張都只能夠在疊希望黃的狀況之下發動效果 而且在中場的ZW添馬雙翼劍 康牌也只能夠康場上 他的範圍不夠廣沒有辦法對應現在千變萬化的牌局 那再來就是他做招之中會很怕笑分 因為ZS怪獸所給的那些效果 通常都是變成希望黃霍普本身的效果 對方連鎖一張笑分 等於是說你兩張卡都抓不到就會很虧 整體而言感覺這次的希望黃是強化錯的一個方向 不過動畫的還原度很高 很多有馬的技能都有在這次用死卡的方式來重現 這副希望黃出到現在都還沒有上位紀錄 沒有什麼範例可以抄這個是我在網路上面自己組的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首先我們ZW放四張 一張風神一張雷神一張天馬還有一張阿修羅復環 然後畫星寶寶放三張 哥布林飛行員放兩張 然後ZS放三組 怪獸部分這樣子就足夠了 再來首坑的部分 三張揮流一張烏夫三張狙跟一張笑分 魔線的部分一張信賴一張真元 兩張RUN三張構築三張曾經 兩張指名者一張翻倍機會兩張超量變身戰術 還有兩張神的通告 額外排除的部分 放一張天靈號兩張龍王幾一張電光黃 兩張龍裝合體一張霍普萬一張霍普雷 兩張霍普一張泥碎魔獸一張深淵潛伏者 一張霍普翻倍 然後令和怪獅貫穿甲蟲跟連結運輸車各一隻 那我們來看一下網路的對戰影片 影片網址會放在留言區 然後現在畫面上你也可以看得到影片網址 第一場是先攻場這邊先召喚一角獸黃槍 然後特招這個武裝賢者疊霍普翻倍 那就可以發動他的效果抓一張ZW到手牌 之後翻倍再發動效果再往上疊成龍裝合體 然後把抓到這張ZW封神雲龍劍給貼上去 然後從牌組裡面再觸發他效果 再裝一個天馬雙翼劍到他身上 那就換對手了 那這邊還蓋了一張神的宣告 那對方先發動這個光子聖域 升兩個攻擊力2000的Token出來 場上有光子怪獸就可以特招這個光子排除者 特招成功可以抓一張銀河眼光子龍 接下來利用這兩張來解放 特招銀河眼光子龍 可以觸發手牌裡面的殘光龍的效果 特招到場上 那這邊先疊這個光波刃龍 之後再上疊這個銀河眼FA 然後被對方神的宣告給無效 那接下來再衝招銀河騎士 召喚成功的時候可以復活目的裡面的銀河眼光子龍 這邊的話在效果處理時選擇使用天馬的效果 將它給無效 好那他發動死者書生復活殘光龍 兩隻疊成銀河眼光波龍 素材裡面沒有光波怪獸的話是沒有效果的 但是可以在網上疊光波刃龍 光波刃龍的效果拔一個素材可以指定一張卡破壞 那因為這張龍裝霍普現在是帶有指定抗性 能夠指定這張封神雲龍劍 那就把它破壞掉 當作素材拔掉的這個殘光龍 就可以再發動它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特招一張光子龍出來 然後戰鬥階段 以光子龍去攻擊龍裝合體 兩個都是二術效果 所以這邊的話先發動龍裝合體的效果連鎖一 然後光子龍的效果連鎖二 那處理連鎖二雙方先被移除 戰鬥階段繼續 光波刃龍可以打3200 然後光子驅逐者在特招的當回合不能夠攻擊 戰鬥階段結束兩隻怪獸會回來 那光子龍就會吸收他兩個超量素材 加1000的攻擊力 之後再link這張銀河眼的黃心龍 黃心龍進場在回收墓地裡面一張系列怪 那他選擇把這個八階級的怪獸給回收到額外牌組 那就換對手了 好輪回到這邊希望黃的回合 這邊先發動一張阿修羅附碗裝上去 觸發他的效果再從牌組裡面裝一張裝備 裝這個荒舊機神爪 現在攻擊力上升到5500 然後通招這個哥布林飛行員 然後再發動死者書生把天馬給復活起來 再用天馬效果裝給這張龍裝合體 攻擊力到6500 那可以打對方全場 光波刃龍被打死之後會觸發效果 可以從墓地裡面復活光波龍 好那剛好就可以再繼續把他打掉 好就把對方的生命值給打完了 好第二場是對魔玩具 好這邊一樣是先攻 在空場的時候可以先特招這個昇華賢者 之後再通招一張四星怪 然後疊霍普可以抓一張RUN 然後發動這張RUN讓他可以再上疊 上疊成這個龍王級 然後把一張ZS給放到最上面 之後發動龍王級的效果拔一個素材 抓一張瑞亞魯魔線 然後抓的是這個雷亞魯構築 那就可以把你不要的卡片洗回去 現在不需要的是這張閃光抽牌 好把他洗回去抓到這個陷阱卡 雷亞魯連合 然後把這兩張給覆蓋下去 就回合結束了 那輪到對手回合 這邊魔玩具先發動一張愚蠢的副杖 把罐子給送到墓地裡面去 罐子進入墓地就可以觸發 效果抓一張魔玩具怪獸或是剪刀 那這邊抓的是海豚 然後再通罩這個契額發動效果 可以帶手牌一張魔玩具怪獸出來 他可以帶這個海豚出來 海豚可以發動他的效果 把墓地裡面的罐子蓋到場上來 然後再丟一張魔玩具怪獸進入墓地 這邊丟的是翅膀 那就是一個鑽資源的組合 然後先出龍神沙 把餅蛙給叫出來之後發動這個罐子 場上有罐子就可以發動墓地的翅膀的效果 抽兩張再把罐子給送墓地 罐子送墓地就可以再抓一張 然後再發動這個超融合 因為手牌裡面沒有融合魔法 所以必須要把這個鎖鏈給送到墓地 所以他不得已只能開超融合 那這邊的話可以觸發他的效果 可以抓一張魔玩具卡片 好那抓到的是魔玩具補罪 那發動補罪效果 抓一個融合跟一個鋒利小鬼 這邊抓的是鋒利小鬼鐮刀 然後發動他的手牌裡面拿到了融合 好出這個殺人精 然後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是企鵝的抽二丟一 第二個是殺人精進場的雙方炸一張卡 好就同時把這兩隻給炸掉 好那這邊的話 一張超量怪被破壞掉了 就可以發動這張陷阱卡 雷亞魯聯合 復活一張霍普 那這張霍普會得到效果破壞的抗性 而且還可以把牌組裡面 任一張卡片給放到最上面 他剛剛放了這個閃光抽牌 那輪到他的回合 好抽到閃光抽牌這邊持續的公開 適當的時候可以使用 把牌組跟額外的ZW全部都裝上去 那這邊的話他先發動這個黃之鑰匙 然後選擇目的裡面兩張四星怪 來做超量召喚 對方連鎖殺人精的效果增加他攻擊力 然後這邊再疊一張霍普 再發動他的效果 可以抓RUN 那這邊他連鎖發動這個鐮刀的效果 進行融合 好鯊魚進場可以再另起連鎖 雙方炸一張 那因為這個雷亞魯聯合復活的怪獸是炸不掉的 所以只能炸他新出的怪 生命值只剩下10 所以可以發動這個墓地裡面的雷亞魯之力的效果 除外他自己抽一張牌 好這邊再抽到一張飛行員 然後再發動死者蘇生 之後呢他就會發動這個閃光抽牌 把所有的ZW給裝到這隻希望皇上面去 打這隻3900的怪就會把8000血全部都打完 大概就這樣子就獲勝了 所以對方投降 好第三場是對機甲ABC是後攻場 好對方先發動這個機甲部隊的再編制 丟一張手牌抓兩隻機甲怪獸 好那這邊通招一隻九星的機甲怪獸 好他可以以攻擊力1800來通招 效果從牌柱裡面選三張機甲卡片 隨機加一張繞手牌 好那他抓到了這張八星的手牌特招點 好再發動輪迴超車 那發動他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抓一張10星的機械組怪獸 他抓到的是機甲上校 然後再發動這隻怪的效果 把機甲上校給丟到墓地裡面去 好然後再發動他的自爆效果 可以復活一張機甲怪獸 然後自己被破壞掉 破壞掉的話就可以觸發墓地裡面 機甲上校的效果可以讓他起跳 然後這隻八星的怪可以再從牌組裡面換一隻出來 他可以再換這個九星的出來 然後兩隻就可以疊成真龍皇BFD 沒想到機甲也可以這樣子疊 就還蠻不錯的 好那這邊的話第一回合沒有辦法做事 那就只能夠發動這個日亞魯構築 換一張牌過來 出這個一角獸黃槍 然後特招這個武裝賢者 那這邊先出希望皇 這邊是不能夠發動效果的 然後對方選擇用上校的效果直接把他全場給炸了 那就輪回到對方的回合 好對方下一張金色齒輪 然後可以帶一張手牌裡面的機械族怪獸 那出來的是這無限啟動 然後出這龍捲龍 被神的警告 真龍皇BFD對對方直接攻擊 好打了五千的血 那就回到希望皇的回合 好這邊又再次被封一次效果 內亞魯信任 從墓地裡面復活希望皇 然後再上疊霍普萬 再上疊這個電光皇 那實質的攻擊力是五千 對方就打不過來 那輪回到對方的回合 好對方這個時候也沒有梗 就直接發動一張黑洞 然後被神的宣告給無效掉 好生命值只剩下1500了 那這邊的話覆蓋一張A就回合結束 因為打不過這五千的攻擊力 那輪到自己的回合 抽到一張天馬雙翼劍 那發動墓地裡面的信賴的效果 可以除外撿回一張瑞亞魯魔線 可以把這個構築給撿回來 然後再洗一張回去之後抓一張牌 好抓到的是這個阿修羅護腕 生命值比對方低兩千 可以從手牌特招這個天馬 然後用天馬裝給電光皇 之後再發動這個阿修羅護腕的效果 裝給電光皇 變成4500攻擊力打全場 好那就全部都打掉 那換對手 那對方這個時候就沒有梗 那就只能夠過場 然後這邊又抽到一張ZW裝備 風神雲龍劍 就可以再裝給電光皇 攻擊力來到了5800 好那又再輪回到對手回合 對方抽到一張場地傳送 發動場地傳送抓格納庫 然後再發動格納庫 再抓一張聯合怪獸 他抓的是ABC的B 好然後下這個B 然後利用格納庫的效果把C給裝上去 跟目的裡面的A一起除外掉 出這個ABC ABC在發動效果要把他給除外掉 可是這邊已經有天馬雙翼劍 可以將他給無效 好效果處理時將他給無效 那就直接打過去就獲勝了 大概打起來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總而言之這副牌的強度如何呢? 先攻的話定場強度普通 主要是依賴超量變身戰術來補守坑 其實你的正規定場就是龍裝合體 再帶一張風神雲龍劍 跟一張天馬雙翼劍 就是一個指定抗性 然後一次抗怪獸效果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強度還算蠻普通的 那後攻的話解場能力其實也蠻普通的 但是他有一回殺的能力 你可以利用霍普翻倍的效果 或是這個龍裝合體的效果 裝一堆裝備 可以打對手生命值打得很快 支援續戰能力的話 其實在現在環境裡面相對也算是普通 一來那張超量變身戰術 成功的話他補牌能力就非常強 總評的話大概有81分 其實已經比以前的希望皇強很多了 就還不錯可以玩 但是要打比賽的話其實不太有優勢 還是很勉強一點 不過這次的新卡在設計上都還蠻混的 相當還原動畫裡面的橋段 在運作的時候有連續的抽牌卡 其實玩起來還蠻有愉快的感覺 PAC1有刻意復刻 希望之後能夠再強化一次 那今天的希望皇牌組就介紹到這邊了 我們下禮拜還要繼續介紹1104的牌組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